線性組合 那這個φ1跟φ2分別代表 就是說這個電子原本是在第一個原子核這附近 第二個氫原子核附近的時候 它的這個原本的這個 它該有的tomic orbital 這也是一樣 那 藉由這樣去組合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去解就是說 如果我們hematonium作用在這個 Portal的這個wave function上面 它到底要得到什麼樣的能量 當然我們有興趣的就是去解說這個 eigenvalue 它到底會是什麼 那當然解完 eigenvalue這個問題之後 你還可以去看它對應的這個 eigenfunction或 eigenstates到底會長怎樣 那肯定就是說 我們要去解這個A1和A2 它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比例 去組合起來 就是在不考慮normalization的時候 我們就是看這A1和A2它的比例是多少 那我上次有講過 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通常會 比方說 把這個東西 整個這樣投影到 比方說5A1和5A2上面 可以在上面 project this whole thing 還有這個5A2 去看它的結果到底會是怎樣 那你可以想像說 把這個東西投影到5A1上面的話 就是說變成這樣子 第一條式子就是說 我們5A1 然後 Hematonian作用在這個 篩上面 那這個東西就直接寫成這個 這個 Hematonian 然後 後面這邊就是 A1 I1 加上 A2 那其實就等於說 我可以把這個拆成 就是說前面這一項 那 A1的話 這是一個係數嘛 所以我們把它提出來 那剩下的就是 I1 I1 那這個很簡單 這個就是 Phi1 就是說這個 Atomic Orbital 就是用這個 Hematonian去作用的時候 出來的這個 期望值嘛 那這個東西 我們在講就是 這一個 Atomic Orbital 它的這個能量 所以通常這個就是 把它寫成 Atomic Energy 就是 Phi1這個 Orbital 在這個原本 這個氫原子裡面 單獨存在的時候 它的這個能量 所以這個就是 Atomic Energy 那 你也可以把它寫成 H1 1 這個東西 或是把它寫成 就是 Atomic 或 Atom 這樣子 反正它就一個數字 那這個東西相較之下 是比較簡單的 那第二項呢 就是說 A2這個係數 你可以提到前面去 可是它的這個結果 會是這個 Phi1 然後 所以它實際上 就是看說 這個 呃 Phi1 跟Phi2 跟這個Hematonian之間 它做這個積分 它出來的結果 到底會是怎樣 那這個其實 我們 先不知道也沒關係 反正到最後 它就出來就是一個數字嘛 OK 所以我就寫這個自己 比方說H1 2 那這個東西 我們知道說 Hematonian 作用在我想要看的這個波函數上面 呃 照理來說 最後 應該要得到一個 就是這個 eigenvalue OK 那 eigenvalue 再乘上這個 呃 這個原有的這個波函數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寫成 就是 這個東西 乘上 這些 那現在因為我們已經 project到這個 這個東西作用在Fhi上面 它會得到 Phi5 OK Psi sorry 那 再把它投影到Phi1上面 所以 就變成 Epson 乘上 呃 A1 然後 加上 呃 A2 Phi1 Phi1 好 變這樣子 那上禮拜的時候 我是說你可以直接把 比方說 Phi1跟Phi2 Drop down 那為什麼可以把它 approach0 是因為假設 呃 Phi1跟Phi2 它們都是描述 呃 這個電子在氫人子裡面 它的這個 呃 的atomic orbital 假設我們現在探討的都是 比方說 S orbital好了 或者 就說如果都是S orbital的話 那這兩個應該是 在他們各自的座標裡面 它的形式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那 問題就在於說 如果他們距離很遠的話 Phi1跟Phi2距離很遠的話 他們overlap很小 所以你去算這個積分 就是說你去算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 它的數值取決於說 Phi1跟Phi2它之間 overlap的程度的大小 那一般人會說 這個東西如果很小的話 它就approach0 就是說如果它的 overlap很小的話 那當然你也可以假設一個 更general的狀況就是說 他們overlap沒有很小 然後不可忽略 那你就把邊向keep住 那也沒關係 那一般來說 那一般來說 修造員的東西 就是把它寫成一個數字 就是把它寫出來 是一個數字嘛 那你就把它寫成一個數字 所以把它定義成 比方說 S12 或者是有時候就寫成S 就寫S 所以這邊 後來出來的結果就是 這個都 我們知道說如果 已經noverlap的話 這個等於1 所以它就變成A1 加上A2 乘上S 那只是說 在很多時候 我們到最後會把 這個overlap 假設就是說 它趨近於0 那可以簡化你的 這個計算很多 比方說我們在後面 看Type Minding的時候 你如果去查 Type Minding Model 它很多時候 你會發現它在推導的時候 它沒有假設 這個overlap很小 所以推導的時候 又會多出一項 那 因為這個東西 最後出來會是一個 就簡單來講 就是對你的這個結果 會只是一個 數字上面的修正 所以 至少在我的習慣上面 我會 就直接把這個 忽略掉 就是S approach0 這樣子 然後 把它 做化檢 anyways 如果你 不想要 化檢的話 那最後出來的結果就是 就是 長這個樣子 就是說 這最後出來的數字 Epsilon A1 加上Epsilon A2 乘上S 所以這個是 第一行給我們的 這個結果 如果我們把它化檢一下 就是A1 我把 右邊 等到右邊把它寫到左邊來 對 等於這個 A1 乘上H1 的話 OK 那 那 同理就是說 我們把 如果我們把 這整個東西 投影到 Phi2上面 我們會得到一個其實基本上蠻類似的結果 就只是把2跟1的index庫化 然後這一邊的話呢 一樣是A2 變這個樣子 那一般來說 最簡單的情況假設是一個isotropic system 那我們H1 1跟H2 這本來就會一樣 因為它就是atomic energy 剛剛這邊有寫 就是你單一這個氫原子的時候 它解出來的這個能量 所以H1 1跟H2 2你可以假設它們就是一樣的 然後這個東西比較subtle一點 就是說H1 2跟H2 1 如果要一樣的話就是說你交換 你去看這個它的這個 你把它的積分式寫出來 然後你把它的coordinates交換 你會發現說它其實是一模一樣 因為我們原本說H1 1跟H2 那它的這個不安定的形式 在空間上的這個形式是一樣 只是說它坐標的這個原點不一樣而已 那Hematonin這個會跟Hematonin它的形式有關 那因為我們現在考慮的是假設 這兩個particle之間的交互作用的話 那你把它交換 把它換位置的話 它基本上形式還是一樣的 所以我這邊就直接結論就是說 反正這個對角像這個要一樣 然後現在還不知道對角像是什麼 不過就是H1 1跟H1 H2 2是一樣的 H1 2跟H2 1是一樣的 那如果你把這兩條式子 這一條跟這一條 很對稱的是把它整理起來的話 最後出來我們就可以寫成一個矩陣 就可以寫成一個矩陣 H1 1 然後我把這個再減過來好了 就減掉Epsilon 這個對應到是A1 然後我們這邊有H1 2 減掉這個 這個 Epsilon S 然後這邊一樣 H2 1 然後再來H2 2 所以 寫出來就是這個東西乘上 A1 A2 這個要等於0 也就是說我們去解 比方說這個Determinate 它要等於0 然後這個解就是我們 最後 我們最後這個 能量 到底跟H1 1 H1 2 這些的關係是什麼 或S 然後它的關係是什麼 我們就可以算出來 那這個應該很簡單的數學 你就是這個 相乘 減掉這個相乘等於0 那 解出來的結果就是 這個 我的能量就會等於 H1 1 加減 1 會變成像這個樣子 就是說H1 1 就是Atomic的這個Energy 加減這個小作用 就是跟E跟2都有關的 飛向 然後 分母則是E減加S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我們上次 最後 比較快速的方法 就是假設這個 Overlap很小的時候 你最後出來的結果 就很簡單嘛 它就是 能量就等於 原本的 它該有 在單一原子的情況下 有的這個能量 加減這個交互作用出來的結果 也就是說 你可以把這個寫成 這個 這個 Parmic 加減 比方說我把這個 H1 2 不H2 1 我就把它寫成 就是叫做 U 一個絕對值 反正就是一個能量 跟這個 1跟2之間的這個 交互作用會有關係 那 下面這個 1 減加S 就是在S很小的時候 如果 Overlap 這個 5-1 5-2 這個 5-2 如果它很小的話 或說可以忽略的話 我們最後出來的結果 其實很簡單 它就是 原本的這個 能量加減 一個固定的數字 所以 在學 這個 物化或化學的時候 不是才會常常 有這個圖像 就是說你原本 兩個的 各自的這個 atomic energy 都是一樣的 然後你把它放在一起的時候 它會產生 這個bonding 跟anti-bonding 這兩種情況 分別對應到就是說 原本的這個 atomic energy 加上 加上U 或 或減掉U 這樣子 會有兩個人接 分別代表 bo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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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 你會知道 bonding跟anti-bonding 是因為 你如果到時候把這個 對應的 eigenvectors 把它 或 eigenstates 把它算出來的話 你會發現說 這個 對應到的 它的這個 A1A2 就是 上位是 顏色 2 所以 對應到的這個 A1A2 都是正的 就是11 這樣 當然如果你要normalize 之類的可能是什麼 更號1 或 2 2 不過anyway 我們知道說 在這邊的話 它的波緩數是 atomic orbital 然後 所以 就空間上來說 假設一個是 原本這個 Nucleus 在這裡 Nucleus在這邊 OK 然後Phi1 然後Phi2 它會是這兩個 組合起來的結果 那這邊的話呢 則是 兩個是 都是正的 OK 所以在這個情況 它對應到的是 bonding 因為在 電子可以在這個 兩個原子核 好 這是一個氫原子 這邊是氫原子 那電子可以在 這兩個 原子核之間 存在 可是這是bonding 然後這是anti-bonding 所以LCAO這個概念 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 假設你有 更多個原子 或是更多的 這個 在不同原子核上面 這些電子 需要考慮的話 你就把它 用這樣的形式 把它建構起來 只是說 這個通常是最簡單的 而且就是 基本上 看很多書上 它唯一會講的就是 這樣一個 輕分子的 模型 或是 範例 它就告訴你說 你可以這樣做 然後你可以去看出 它會有這樣 energy 這個 splitting 所以 LCAO的概念 是這樣 它最主要 最後出來的結果 就是說 我這個atomic orbital 或說 我的這個 波函數 不管怎樣 我都會把它寫成 我都會把它寫成 各式各樣的這個 atomic orbital的跌項 atomic orbital的跌項 atomic orbital的跌項 我還是需要有一些 符合一些條件 比方說 我希望它還是 符合block theorem 也就是說 我如果有 這個波函數 這一個空間的函數 OK bracket的形式去寫的話 你可以寫這個 比如說 R 等於這個 這個可能也是 空間的函數 anyways 就是說 比如說 這個樣子 那我希望這個函數 它其實到最後還是 符合block theorem 因為我描述的 還是這個 conduct 比方說 會 跑的這個墊子 我希望它還是 符合這個block theorem 而且我是 探討的這個系統 它可能是一個 具有周期性的 這個crystal 那也就是說 我如果是 原本的波函數 我的這個座標 我再加上一個 bravet lattice 的vector的話 那我期望就是說 我會得到 描述這個東西 原本的 file of r 在層上 然後 然後 在層上 所以我們來 記得block theorem 就是說 我們波函數 把它的這個座標 移了一個 bravet lattice 的vector之後 整個波函數 會丟出一個 這個 exponential i 小 k 到大 r 這個東西 所以 一般來講 這個 我們現在寫的 這個general form 我們不知道說 它有沒有符合 這樣的形式 可是我們可以 人工的去建構出 一個形式 就是說讓它滿足 這樣子的條件 對 然後我們再借 這樣的方法 再下去看說 我們怎麼樣去借 我的這個 這個 eigenvalue Apsilon到底要怎麼樣去看 所以我們現在要看的就是說 我們建構出這樣一個 怎麼樣去建構出這樣一個 wave function 那在講這個之前呢 其實 這個 typebinding 它的這個出發點很簡單 就是說 我先考慮 比方說我的 hematonin originally 就是說 我的這個 hematonin 是這個 atomic 那atomic的這個 hematonin 我們之前都已經看過 它很簡單 就是 會有這個跟 空間紋兩次的這個做 這個operator有關 這個是給你這個 connected energy 就是動能這邊的 contribution 那 再來就是 我們這個 potential energy的部分 那potential energy 如果你只有單一個 這個原子的話 那 比方說我的這個 坐標在某一個 rn 用rn這樣 比方說 dn個這個原子好了 我只看它那個原子 的那個 坐標的話 那 我可以寫成這樣 u of r-rn 或說 你現在如果不考慮說 它是在這個 比方說一個crystal裡面的 某一個地方 當然你也可以直接寫 就是說 我就是u of r 喔 u of r 那這個是最一般的形式 就atomic的這個 hematonin 我們就這樣寫嘛 那如果你現在考慮的是 這個crystal的話呢 我們可以想像就是說 呃 如果我想要用 呃 呃 類似的方法下去 類似的方法下去 解這個問題的話 我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 就是一種 perturbation的 的這個問題 也就是說 我原本的是 還沒偷年懷 是寫成一樣 這樣 那這邊就是 我講的就是說 DN個 假設我現在考慮 DN個這個 我以DN個這個原子 或原子核 為或Lattest Point好了 就是說我把它當成是我的原點 所以我會有我的atomic orbit 所以我atomic的這個energy 它的hematonia 是長這個樣子 可是因為我有這個其他原子核造成的這個 potential energy 所以我必須把這些potential turn 也把它考慮進來 ok 那這個我們把它寫成 比方說 delta u r 減掉r 也就是說呢 我這邊動能像 我是沒有變 這其實就一樣 描述這個電子的這個動能 那後面這個位呢 其實我希望 這兩個組合在一起的時候 它可以描述出 我們看到那個 periodic的那個potential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單獨來看 前面這一項的話 這兩項的話 它描述的是 atomic的hematonia 可是如果我看位能 不是看位能的話 我希望這一項 描述的是這個 periodic的這個potential energy 也就是說我們之前在看這個 一開始在講block serum的時候 我們不是有畫一個potential energy的形式嗎 就是說 它的這個 每一個lattest point 或我們每一個這個原子核 所在的地方 這是一圍的情況 那 這個是 假設是 定義層的地方好了 那我的這個potential energy 不是長這個樣子 當然在這個 邊邊上面 當然它會有些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不過 我們先不管它 假設就是說 它甚至如果可以一直延伸下去的話 會一直在bend over 那我們先不管它 那假設這個是我們 有興趣的 這個點 把它叫做rn 我就是對應到這個 這個coordinate 我會說這個vector 那 我如果要從這個點出發的話 它原本它的atomic的這個hematonia 它的這個u of r 我們知道說它長的是 比方說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 它會越遠的地方 越來越接近 接近於0 OK 比方說就是一個很簡單的 這個庫倫作用力 形成的這個potential 那 所以我的這個 delta u r-rn 其實就是 這個綠色的這個potential 形式 跟我們後來所形成的這個crystal 它的這個pyrotic 的這個potential 它之間的差異 所以就是說我去解這個問題的時候 如果我把這個問題看成是一個privational problem的話 就是說我的這個hematonia crystal 它其實就是原本atomic的這個hematonia 加上這個delta u r-rn 那delta u r-rn是什麼 什麼樣的形式呢 其實就是綠色跟白色的這個相差 那你如果去把它相減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它最後出來的形式大概是 因為這邊幾乎是overlap 所以幾乎是零 所以你會發現說它的這個 形式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這邊大概是零 減掉這個東西就是原本的這個potential的形式 所以你會發現說這個delta u r-rn 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 長這個樣子 那其實到最後啊 我們在做這些type binding的這些計算 你會發現說它這個實際上形式到底是怎樣 除非說你真的要去仔細的去解 就是說它的這個實際上數字是多少 才會比較重要 如果我們只是要抓它的形式的話 你會發現這些東西到最後 它實際上 比方說空間上的分佈到底是長怎樣 其實我們不太在意 其實我們不太在意 我們只要知道說 比方說這個delta u 不管是u r-rn 或者說這個delta u r-rn 它基本上都是 在空間上都是一個小於零的一個函數 就不管在哪一個位置上面 因為potential energy 我們conventional的這個定義就是說 它到最高的地方它是零 所以我們這個 你可以想像就是這個東西它 在大部分的地方 它就是一個小於零的一個函數 不管你r帶到哪邊 它大概w是小於零 或接近於零這樣子 那 所以 我們這邊我可以把它做 好像就是原本的這個 比方說hamatonin 然後original 或說你會寫h0 或說這個h atomic 那 加上這個是我們這個perturbation 那一般來講我們解這個問題的時候 然後這書上或說solid state physics 最比較基礎的這些書上 它不會用perturbation theory 它不會告訴你說 我們這邊是用perturbation theory下去做 可是其實它出來的這個形式 其實就是 講白形式就是perturbation的這個做法 然後我們只看它的比方說第一階的 就是最低階的這個修正項 我們沒有去看它更高階的這個修正項 然後你會發現說 大部分我們會care的就是說這個 我們想要去看它的 eigenvalue 好 因為對於perturbation theory來講 你如果只考慮第一階修正 它的這個 怎麼講 它的唯一需要修正就是它的這個 eigenvalue 或是 expectation value of energy 那波函數的話 你可能就要考慮第二階第三階的這個修正項 就會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hamatonin 裡面如果是我們想要看的就是 作用在我們核式 建立這個核式的這個 wave function上面 它出來就會很用到 跟剛剛我們看LCAO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就是說 我們這個問題就變成說 我去看這個 我們heritonia是H 或說H atomic 加上我們這個 ΔU 作用在我們這個 板上面 然後我們 然後得到這個 得到這個東西 那接下來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去選擇 這個核式的 這個psi 這個noto wave function 那我剛剛已經有講過 就是我們希望說這個 wave function 還是符合這個 block theorem 還是符合block theorem 所以 所以 我們這個 第一步就是說我們要看 這個psi 這個block theorem 它必須滿足這個 block theorem 所以呢 這個 基本上它應該還是會有配這個東西出現 那簡單來講就是說 我們這個 展開的形式其實很簡單 就是用這個 exponential ik rn 那n的意思就是說 比方說 我們剛剛看的這個 這個 atomic chain上面 dn個 dn個原子 它所對應到的這個座標 我們把它寫小rn這樣子 那 小rn它有它自己這個 atomic orbital 所以原本在那個位置上面 它會有它自己 呃 單一電子 存在的時候 單一電子存在的時候 它會被 tomic orbital tomic orbital t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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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這個東西就是說 你要處理 比方說在 dn個或dm個 原子的時候 它的顯示當然還是一模一樣 因為我們是sum over 所有的這個 呃 這個 sum over所有的這個原子 ok 那 這邊的話呢 其實你要注意 就是說我這個波環數 對應到的是 這個atomic orbital 那你會發現有些 呃 有些書的話呢 它可能會特別提就是說 你可以再把這個 band index 再加上去 那 原本我們在 actual moving 這本書我們 之前在講的時候 我們band index 用n來寫嘛 可是因為我在這邊的時候 我已經有這個 這個n在這裡了 所以 如果我在用n的話 就有點 overlap這樣子 所以 比方說我這邊在寫 比方說band 然後 其實我對應到的 就是我這邊 phi 就是這個atomic orbital 它對應到的是 某一個 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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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新生的band 那 比較好的寫法 就是說 就是說 你如果要稍微註定一下 如果你要 consistent的話 就是說如果 你要跟之前一樣 用n跟k 來寫 這個 波函數的話 那你可以把它寫成這樣子 呃 就寫 private analytics 然後 這是一個 待定的常數 這個會跟這個 normalization 會有關係 你可以寫成這樣 就是說 我這個r 大r 其實是各種 就是這個barrative analytics 裡面不同的這個vectors OK 這樣去把它加出來 那 這邊這個n呢 就會對應到 我這邊這個band的index OK 那這個 有些書上它就 忽略掉這些東西啦 可是這個其實蠻重要 因為 比方說 假設我們現在探討的 orbit 你現在想要建構的是說 假設我現在不想用sobit 我解一些原子的這個 我比方說我們之後會看到grain 那 我是用它 那 碳原子的話 它的這個 這個 如果在管線的發展上面 就是 它是 在porbital裡面 是有用於傳輸的 所以我們這個atame orbital 這邊 這個phi 它的這個 來源其實是 比方說是porbital 那我們可以把它講 就是說 那我們對應到的這個band 就是pband 就是說我們這個index 會跟我選用哪一個orbital 會有關係 所以你有spdf 這些不一樣的atomic 這個level 那 你把它們這些原子 放在一起的時候 它們就會變成就是sband pband dband 不一樣的這種band 所以這個band的來源 從另外一個角度 從timefinding的角度來看 它其實是跟你的原本的atomic orbital 用什麼樣的過緩度 會有關係 所以你可以想像你 你組合出來這個orbital 如果你選用的是porbital 那你出來的是pband 你的 eigenvalue當然就會不一樣 你 eigenvalue對應到的就是這個band 那你如果用的是sorbital的話 那你對應到的是sband 那你的這個 eigenvalue 也會是一個不一樣的 eigenvalue 所以這個大概可能需要注意一下 但我後來我們之後再講 我可能就會用上面的形式 我就不再提這個band的這個 不再寫這個band的這個index 只是說這個是還蠻重要的 那為什麼要寫成這樣一個 跟這個exponential ik.rn 有關的這樣的形式 其實是說 因為我們要滿足blocks theorem 所以你如果把這個東西 比方說 這邊這個colonial 再加上一個pravenitis 的vector的話 你會發現說 它就會符合我們在剛剛之前講的 這個 它會多出一個 這個 這個ik造成pravenitis vector 再乘上原本 那怎樣去看呢 就是說 我們要verify verify說這個形式 滿足這個條件 所以 比方說 我現在看這個phi k 然後我的r 再加上 另外一個vector 這個是rn 對應到就是說 我的原本這個rn 好 假設有一個叫rm 這個vector 它是從 比方說這邊是0 這是我們原本的rn到這裡 那我的rm是到這個地方 反正它 基本上就是一個 pravenitis的這個vector ok 那如果這個東西加上去的話 基本上 我們就是用這個形式好了 我們還是a 然後exponential ik 那上面會變成就是 我們原本的這個rn還是rn 我們這個先不管它 然後 然後 phi這個東西 小r會加上這個rm這個vector 再減掉rn 那重點就在於說 rm-rn這個東西 其實它也是一個 barvet lattice vector oh barvet lattice vector 所以我就把它寫成這個 寫成-r 寫成-r 我把這個東西 把它寫成-r 大r 也就是說 這個rn-rn 寫成-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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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把它寫成-rn 就是-rn 就把它寫成大r加rm 變這個樣子 應該沒有錯 裡面的話就變成-rn 那現在就是說 我們去看這個形式 你會發現說 我們原本那個index 小n這個index 已經不見了 因為我們現在 原本是sum over 這個 以小n的這個index 當作有subvention的index 可是因為我現在定義就是說 這個 r小n-rm 它是等於大r這個vector 也是一個barbett lattice vector 所以你會發現說 到這邊 我們需要sum over的 變成sum over這個大r 這個barbett lattice vector 也就是說 我們原本是去數就是說 比方說rn 從1234這樣子數過來 現在變成我們去看說 我們以這一點為中心 然後我們去數跟它 間距比如說 然後一直到 把這些所有的東西 全部加起來 那其實到最後 其實 我們加的次數 跟我們數的東西 其實是一模一樣 只是 數的這個pattern 不一樣而已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這個東西 把它寫成sum over 就是不同的這個barbett lattice 的這個vector 那 因為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我們現在沒有sum over m這個index 所以我們會把它提出來 然後裡面是一模一樣 所以裡面這個東西 你會發現說 就跟原本的這個wave function 是 我們定義的這個 function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嘛 這sum over 不同的這個barbett lattice vector 這邊也是一樣 只是說這邊用大r來寫 也就是說這個東西 這是原本的 decide 所以我們就 就是 verify 就是說這個 你把它移動一個 provert lattice 這個vector 之後 你得到就是 會撥出這個face 再乘上原本的 撥寒數 所以它符合這個block theorem 也就是說 如果你實際上 把這個 這種 這樣子 形式的 波磅數 把它畫出來的話 它基本上 你會發現說 它有這個 周期性 然後它的周期性 會跟你這個 fibrillitis 的period 會一樣 因為我們 建構的時候 已經把這個 exponential ik 這個東西把它 考慮進來 所以基本上 這邊只是在告訴你說 我們先 verify說 我們這樣 撥寒數 這樣設立是ok的 再來一點就是說 其實 如果你去看 Ashmore Marine這本書的話 它會跟你說 其實這個東西 這個 我們雖然說 把這個叫做atomic orbital 可是實際上 它並不一定要是 我們原本 這個atomic orbital 那只有在所謂的 time binding的limit 就是說它真的 這些電子 是非常非常localized 非常接近 這個 我們原本 這是原子 單獨存在的時候 它的波磅數 我們才會 這個東西 才會是跟 這個atomic orbital 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其實也有可能說 這個東西 會 deviate from 這個atomic orbital 也是有可能 就是它的形式 已經跟原本 這個atomic orbital 比方說完美的 這個p orbital 或p x orbital 形式其實不一樣 形式也有可能會不一樣 也就是說 在真實的情況下 我們是在 time binding 跟block 這種 nearly free electron 之間 所以 這個orbital的形式 它不一定要是 完美的 這個atomic orbital 所以你發現我們在解這個 用這個 formulation下去算的時候 到最後我們根本不會去 care就是說 這個東西它到底長怎樣 而且它的這個 eigenvalue 這個形式 到最後也跟這個 沒有太大的關係 但你要仔細去算一些 數字的話 可能會有關 可是它的形式基本上 會跟這個 它實際上的這個 5R到底長怎樣 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做就是說 把這個 波環數 我們設 我們setup起來 這個東西 帶到 我們這個hematonium裡面 然後我們要去解它的 eigenvalue 所以就大 把這個 擦掉 那這個東西其實 簡單來講就是說 有點像是 就是 反正就硬做 然後就硬做 那 第一個我們先check 就是說 我們那個a到底要是什麼東西 這是 這是那個 nomization factor 那這個a 其實 有很多不一樣的形式 那最簡單的情況就是 我們考慮 這個 phi呢 就是說 atomic orbital 這個phi 它在不一樣的這個 坐標下面 它如果你去算它的 overlap的話 其實我們假設它是 可以忽略的 這就是為什麼剛剛在講 LCAO的時候 我說 最簡單的情況就是 如果你把這個忽略掉的話 你很多計算都變成 很容易 OK 我們去check 就是說我們希望這個東西 它是normalized 所以 這個東西希望它等於1 那這個東西 我們知道說 如果根據我們已經 寫出來的形式的話 它就是 這個寫成這樣的意思 就是說我們做這個的積分 做這樣子的積分 那不管怎樣 我們先把它乘起來好了 我們先看一下 就是說如果它是 complexed punctual的話 長這個樣子 然後如果 另外這邊的話呢 我就寫一樣的東西 可是 我不希望說 他們的index的label 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寫 比方說 sum over m 然後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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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的n跟m兩個index不一樣的時候 就是我們探討的是兩個不一樣的原子的時候 我如果去做這個積分 去做這個phi star跟phi的這個積分 我說它會區距離0 因為overlap很小 可忽略 如果這個overlap不是可以忽略的話 假設你考慮比方說在最近的nearest neighbor 你會有數字存在的話 那你還是要把這個東西再算出來 可是如果你忽略它的話 你的這個結果會非常簡單 因為你如果這兩個只有在rn等於rm的時候才存在的話 那也就是說你在算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只需要去算這個 這兩個一樣的時候 當rn等於rm的時候 因為這兩個消掉 就是會等於e嘛 所以你只需要去看這個 這個也等於e 因為原本的tami orbital 這個已經normalized 所以你就等於sum over 1 然後就是加了 看你在這個lattice裡面 或在這個structure裡面 它到底有多少個原子 那假設我們有大n個 如果你有大n個原子的話 那這邊出來就是n乘上1 所以最後出來的結果就是 a平方乘上n 那我們知道說這個n乘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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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它簡化成這樣 因為我們知道說這兩個 積分出來 它就等於e 這樣子 所以這個n乘上1 其實 就是取決於你的這個系統 它到底有多少個原子 我們就把它開根號 然後放在分母 所以最後的這個波函數 如果你要寫的話 這個東西它就是 這個根號n分之1 其實可以提出來 這個根號n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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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如果看這個 actual mermin的書上 它可能會寫 表示這個 它就直接用$來寫之類的 OK 它就是thumb over所有的 bravellecist vectors OK 好 我們先停在這邊 然後等一下我們就把這個東西 帶到那個hematonian 裡面去解這個 eigenvalue 到底要是多少 好 我們先停在這邊 然後記得要教那個作業 就變成這個根號n分之1 所以最後的波函數 其實很簡單 就是長這個樣子 就長這個樣子 但你也可以寫成bracket的形式 就是這個 psi k 然後等於這個根號n分之1 那這個小n 你如果要把他這個數字寫出來 比方說從1到大n 比方說像這個樣子 就寫psi n 小n這樣子 也可以寫成這種bracket的形式 所以一旦我們知道說 OK 他長這個樣子之後 但最重要我剛剛有講過 就是要解這個 eigenvalue problem 那 hematonian作用在我們這個psi上面 會給我們 eigenvalue 那因為我們知道說 我們這個psi是跟k有關嘛 因為有個exponential ik這個東西 所以其實我們最重要 最重要就到後面 我們想要看的還是這個dispersion relation 就是說ε k到底是什麼 那 你也可以把這個ε k 就是這個能量寫成這個ε k這樣 就是能量的 就是它是k的函數 那我們如果把他這個投影到 psi k上面 就是我們去算這個的期望值的話 就是說這個意思就是我們要去算 這個波函數 以這個hematonian下去算的話 我們看他能量的期望值是多少 我們會這樣去算 那得到的結果就是ε k乘上 這個 psi k跟psi k的這個內積 那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前面已經把它normalize 掉了 所以這個東西等於1 所以這沒有什麼問題 再來就是說 我們這個hematonian 其實包含兩個部分 我們前面最一開始講type binding的時候 我們有說 其實我們就是把它看成是有atomic 這個contribution 跟其他的這個修正 就是說我們這個potential energy的修正 讓他最後出來的potential energy total的potential energy 是這樣一個periodic的形式 那不管我們就先把它看成是一個 這個修正項 delta u或perturbation 所以最後我們得到就是說 我們要算的其實就是這個 所以我把這個東西形式算出來的話 我就知道說我的這個 這個epson k或epson of k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那其實 講白一點就是說 我把這個整個東西帶進來 然後我們去把它全部把它展開 所以其實接下來要做的就是 就是一堆這個展開跟化解 然後我們去看他這個最後的son k 到底是什麼樣的 跟k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 那我就把它從另外一邊再開始寫 所以一開始你可以知道說 比如說我們這個 他的這個epson k在這個左手邊的話 就是我們要取他的這個complex conjugate 所以寫成積分形式的話 就是這個樣子 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的hatomic 加delta u 然後這些都是做 就是都是r的函數 r做積分 那你如果把那個這個東西套進來的話 第一個我們知道說 我們這邊有個psi k 這邊有個psi star k 所以最後出來的結果 一定會有一個n分之一 對因為兩個都會給你分號n分之一 所以最後有個n分之一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summation的部分 summation的exponential ikrn 然後atomic orbitals 那atomic orbitals這個東西會作用在 比方說這個hematonian跟這個上面 所以我們先不管它 我們先看就是說 還有這個factor exponential ik.rn 這個東西怎麼說呢 如果這個東西作用在這個 比方說我們原本這個上面的話 它其實就是會給你這個動能像 會給你這個動能像 因為它比方說空間微分兩次這些東西 可是我們這邊這個exponential ik.rn 這個rn是怎麼講 是固定了這些barrett lattice的coordinates 所以它不是這個變量 我們這邊這個hematonian atomic 裡面不是會有這個東西嗎 那這個對空間微分兩次是對r 跟rn之類的關係 所以意思就是說這個factor 其實你也可以把它挪出來 你也可以把它挪出來 所以最後這邊rn跟rm的這個exponential的部分 所以你都可以把它提出來 會有這個rn-rm 那為什麼會是減的呢 是因為我們其中一個psi k 是維持原本的形式 就是這個exponential ik.rn 可是放在這一邊左側的這個是complex conjugate 所以是exponential-ik.rn 所以我就把它這個-rn把它寫來這裡 那剩下的部分就是跟這個atomic orbital有關了 它變成這個 bistar-rm 然後乘上atomic 然後乘上atomic sorry factor-fighter 那我現在沒有把這個東西把它移出來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sequence還是很重要 就是說這個東西然後排在這個前面 所以我們目前我是沒有把它的位置換來換去 可是如果你一旦realize說 這個它是一個u of r 它是一個跟坐標有關的函數 它其實就是一個函數之後 其實你這個東西反而你要移到哪裡其實都沒關係 只是說為了要 我只要為了要維持就是說 它原本寫這個hematonin 是這樣一個sequence 我把它這樣寫 那 那 那 你會好奇說 那這個東西是怎麼來的呢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 原本這個h atomic 作用在這個上面的時候 它會丟出的這個 eigenvalue 就是atomic的這個 energy 你可以想像就是說 這個東西 如果它作用在這個 psi k上面 作用在這個上面的話 那 前面這些factor其實我們都已經 處理掉了 我們都已經把它丟到前面去了 那剩下就是那個hematonin atomic 作用在這個atomic orbital上面 那它當然就是給你atomic energy 所以你其實可以說這個東西是從這個 比方說from這個rn這個atom來的 或者說你要說from atom at rn這個地方 當然其實不是很重要 反正就是說 它作用在其中一個atomic orbital上面的時候 它給你的這個energy 那當然就是atomic energy 所以最後出來的形式其實很簡單 就長這樣子 那這個是一個數字 那這是一個r的函數 這個你可以看成說delta u 然後是 其實它是跟rn-rm會有關係 因為它是跟這兩個atomic orbital之間的 這個交互作用會有關係 所以可以寫成這樣子 好 好 這邊 這個東西可以直接 它是數字可以提出來 然後 這個跟這個去做內積 應該說做積分 然後我們之前其實就有講過就是說 如果我們考慮的情況是 overlapse是可以忽略掉的話 那這個地方計算就會很簡單 因為跟我們剛剛在看normalization的情況是一樣的 就是說 這個 乘上 這個 再跟這個 相乘 然後搭配這個exponential term 只有在rn-rm的時候 它才會存在 當rn-rm的時候 因為這是一個數字 然後乘上這兩個 函數 然後去做積分 那rn不等於rn的時候 因為overlap很小 所以那個積分就會等於0 所以那一項我們就不用管它 所以我們知道說最後出來 它一定會有 就是這邊出來的結果就是 就是我們考慮這個第一項出來的結果 就是 n分之1 sum over n 然後 rn等於rm的時候才存在 所以這就是1 然後 這個相乘 然後積分的話 它也是等於1 OK 然後乘上這個 epsel atomic 那這邊其實很簡單 因為我們這個summation是over 比方說從1到大n 所以這邊就是乘上n次 就乘上n次 所以最後出來的結果 這邊前面第一項其實就是 上了tame 這也很合理嘛 就是說我們原本 我們原本要算的東西 就是前面出來的結果 就是 一定是 原本的這個 eigenvalue 再去做修正 這也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問題 OK 那接下來比較麻煩 就是後面這個 跟delta u有關的 OK 那跟delta u有關的 這個東西呢 我把它拆成兩項 就是 一個scenario 就是說當這個 呃 我們先寫成這樣子好了 先把它寫下來 因為我們這邊 比方說 你看sum over n 又sum over m 那等於是說 假設 比方說這是n dn原子 這是dm原子 我先 以n為主 就是 以n這個index為主的話 我把這個每個 全部 rn-rm這個 vector 都全部把它 要算出來嘛 所以所有的private lattice 我都要算過一次 然後再來 呃 我 先舉一個例子 好了 就是說如果 然後說 n等於1的時候 我是以 這個點為出發點 然後我的m 會從1到n嘛 所以我這邊加 就是我算這個算一次 然後這邊 呃 m等於2 m等於3 全部都要再算一次 同樣的東西 就是後面這一大坨 然後再來 我現在如果 開看n等於2 我一樣 就是要 重新這邊 全部東西再算一次 所以可以想像 就是說 如果 我要avoy這個 兩個 這個index summation的話 我可以把它看成是 sum over 比方說我index去一個 然後乘上大n次 對 因為我等於是同樣的 operation 我重複了 呃 n times OK 所以呢 這邊 我就把它寫成這個 呃 我們原本的 這是 n m 這邊這個東西其實可以化解 就是因為我們這邊 我剛剛講過就是說我們sum over n times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把其中一個把它拿掉 就是說我把這個變成sum over m好了 那其實我要對這個東西做n次 大n次 所以就可以把這個東西去掉 把這個東西去掉 所以我最後出來的結果 其實就是說 它就是sum over m 然後exponential ik這個東西 然後後面這個積分 那後面這個東西其實沒有什麼特別 因為我們rn-m就是 這個其實就是barrett lattice vector 所以也就是說你必須sum over 所有可能的這個barrett lattice vector的可能性 OK 比方說我現在看 比方說在lattice上面我看其中一點 那我所有可能的這個barrett lattice vector就是 比方說是從nearest neighbor出發 然後去看second nearest 然後一直往更遠的地方去看 然後我每次做這個時候 它就會有一個exponential ik.r 然後這個r分別對應到不同的這個barrett lattice vector OK 那不同的barrett lattice vector 後面它算出來它會有這樣不一樣的這個積分出來的常數 OK 會有不一樣的積分出來的常數 OK 會有不一樣積分出來的常數 所以我們最後出來的結果就是 這個東西 我們如果可以看 自己跟自己的 把它拆成這樣子 其中有一項呢 就是說你是rn等於r 就是rm等於rn的時候 就是這個大r等於0的時候 你是沒有exponential ik這一項的嘛 就這個東西等於1 OK 那裡面這個東西就是 同一個atomic orbital 它的這個 本身自己的 比方說本身自己的交互作用 庫倫作用力之類的 OK 反正它這個積分出來 好像它是一個數字 我們先把它提出來 然後再來就是 剩下的就是m不等於n的地方 OK 我要再重寫一次 OK 我要再重寫一次 那剩下就是這個 我們不考慮這個index一樣的時候的情形 前面這個東西 我們把它看成是一個數 一個數字的話 我們通常會把它寫出來 OK 然後這負 β是一個大於0的數 所以負β 意思說這個turn是小於0 這整個東西是小於0 為什麼呢 可是因為ΔU這個interact pool的作用力 我們這個ΔU 各位如果還記得的話 我們這個原本這個 修正的這個potential 我之前有強調說 它就是一個小於0的函數 然後這兩個 這兩個的話 基本上它是同一個atomic orbital 所以這兩個 乘起來的話它是一個偶函數 OK 偶函數 然後這是一個小於0的函數 所以你去做積分的話 最後出來這個數字一定是小於0 最後出來這個是小於0 那 這個小於0 它是一個數字 所以我可以把它 我把它寫出來的話 通常啦 其實這個 Epsilon Atomic 減掉這個β 它就是 比方說它是這個 能量的這個起始點好了 我們就把它寫成這個 減β 然後再加上後面這一個 跟你的 比方說你考慮的是 是多少個 nearest neighbor 或說你要把全部的 Bravet lattice 這個vector 全部加起來的話 你就去考慮這些項 那前面這邊是 原本 Atomic 原本它自己 單獨存在的時候 跟你考慮這個修正 這個 Potential Energy時候 出現的這個 常數項 OK 有這兩個東西 那後面這個呢 其實我剛剛有講說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一個 就是 就是 Bravet lattice Vector 所以你也可以 講說 這邊你的sumension 是 sum over all 這個 Bravet lattice Vector except 就是 大R等於0 因為大R等於0的項 已經 我們已經把它考慮在這個 beta這裡面 OK 所以後面這邊呢 其實就是加上這個 痾 你要用減啦 因為這個一樣 我們就用 減好了 就說減 然後把這個 裡面這個積分出來 這個東西 我把它叫做 嘎嘛 好 它是一樣 有可能是 負的這個數字 我說它最後出來的形式 是長這樣子 因為這裡面這個函數 最後出來的結果 它會是 rn-rm的函數 因為這個interaction 最後會跟 比方說你這個座標 rn跟rm這個會有關係 所以 反正最後出來的結果 這裡面 你如果去算的話 它會是這個 rn-rm的函數 這是大R 或者說你要說是大R這個vector的函數 那這個東西小於0沒有錯 可是 這個跟這個 兩個 它兩個相乘的話 它到底是 G函數還是R函數 我們現在不知道 比方說如果我們考慮的 這個是 我們考慮的是 p-orbital 好了 如果都是s-orbital 不管在哪個位置上面 它照理講去算這兩個東西 它應該都是偶函數 可是問題就在於說 如果你現在考慮 比方說這個是 我們考慮的是p-orbital 好了 然後這個 比方說在 兩個是nearest neighbor 然後 我們考慮的是 我們考慮的是 假設是p-x 這種的orbital 這樣假設是一連串的 甚至我會考慮它是 2-dimensional 這樣子 假設這些是 就是 lattice的這個 原子核 或是原子的中心所在 然後他們的atomic orbital長這樣子 都是p-x這種orbital 那你可以想像就是說 我如果去看這個 這是一個小於0的函數 然後 我看的是 假設這是我的rn 這是我的rm 那我如果去算這個積分的話 它在這一邊其實 這邊是負的 因為 一邊是大於0 一邊是小於0 OK 所以這邊積分出來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負的東西 可是如果我看的是 沿著這個方向 我剛剛看的 如果我看 這邊這個積分 它會是 它會是正的 因為 我這邊是 比方說我是同正 或者是同負 所以出來的結果會不一樣 所以取決於說 你考慮的orbital 到底是p orbital s orbital 或什麼樣的 atomic orbital的形式 在這一項上面 它可能是正的 也有可能是負的 所以其實你可以實際上 比方說把這個 庫能作用力 寫出來 它的這個potential形式寫出來 然後再來你把 它這個atomic orbital 它會長怎樣 你把它寫出來 你去實際上 去做這個積分的話 你會發現 取決於你的這個orbital的形式 是長怎樣 它會出來的結果會不一樣 OK 不過不管怎樣 它反正算出來 這個東西 就是一個數字 所以 anyways 這是一個number 我只是說 這個number 到底 因為它會跟r有關 它會跟r有關 它會跟r有關 所以取決於你看的是 比如說 還有你 到底要怎樣 它可以是正或者是固定 沒有 not necessarily 就是說 都是固定的一個數字 而且 取決於說 你現在看的是 這個r到底是怎樣 因為 比方說 我考慮的是 near's neighbor 比方說 在這個方向 那 可能它算出來 這個gamma法 都一樣 可是 如果我現在看的是 往這個 另外一個方向去看 因為它的atomic orbital overlap的形式不一樣 所以我算出來的 這個gamma的這個數字 也會不同 所以取決於你的這個 看的這個 不論是 lattice 或Crystal Structure 是怎樣 然後還有你選的atomic orbital 是怎樣 這個gamma可能會不同 這個gamma可能會不同 那等一下我們如果看 比方說很簡單 這種 一圍的這種 atomic chain 或者是 二圍的squared lattice 那那個當然 而且如果你只考慮 s orbital 那當然這個東西 就會變得非常簡單 就非常 最後算出來 就是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形式 OK 好 我以為 最後出來的結果 就是說會有一個這個 這個 atomic的這個原本的 這個 energy 減掉一個常數 然後 再減掉之後 跟方向有關的 那你會發現說 這個形式到最後 就跟我們在看那個 這個nealy free electron 其實蠻類似的 因為反正 它就是一個跟 exponential 還有 ik到r這個東西 會有關的 的這個 的函數 那 其實更簡單一點 你更簡單一點 其實我們 還有的是 直接寫成就是說 因為這個東西 這些 全面這些東西都是 常數 OK 就是說如果我們考慮 只要 我們只要看這個 跟kdependent有關的 這個趨勢的話 你可以把它設成0 或者說 我就把它這個寫成 我們epsel 0之類的 然後 然後這邊就把它寫成這個 負的 然後用加的其實也可以啦 這個其實沒有什麼 太大的影響 就是某一個 跟r有關的 假設我們現在考慮 都是isotropic 然後 這個都很簡單的話 甚至這個也可以把它 看成一個常數 把它提出來 OK 那我們現在先舉最簡單的例子 就是這種一維的 一維的這個 atomic change 那我們假設就是說 這個atomic change 它的lattice constant 是A 它的lattice constant 然後它是沿著這個 x方向 沿著x方向排列 那如果我要去寫這個 根據type mining model的 這個 dispersion relation 它其實就很簡單 它就是 送k 它是這個 某一個constant 減掉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算 這個東西嘛 就是這個 這一坨東西 那現在很簡單 我現在假設說 我只考慮 near's neighbor 我只考慮 near's neighbor 所以如果我在這個點上 我需要考慮的這個 法被lattice vector 就是只有兩個 一個是 往正A 往正A走x 應該說 往x方向走正A 然後一個是-ax 就這兩個 就是這兩個向量而已 所以我如果帶進去這邊的話 就是這個r 就是ax 跟-ax ok 所以我出來的結果就是 exponential ik dot 我的這個 正Ax 然後 γ 然後就正Ax 再減掉 exponential ik dot 我的-ax 那現在假設我看的都是x-orbital好了 那我的這個 γ這個東西 好 它不管是在 往正Ax 方向 或-ax 方向 都是一樣的 ok 然後 我們是考慮 near's neighbor 也就是說我只考慮這一點跟這一點啦 所以只有這兩項 那如果是s-orbital的話 那這兩個是一樣的 就是這個γ這個 算出來的這個常數是一樣的 因為我如果去看atami orbital的形式 所以它是一個s-orbital 那 它們都是一樣的形式 一樣的形式 然後你在空間上去做積分的話 每分是說 你在算這個東西的時候 這是 比方說都是 這兩個都是 大於0的話 然後這邊小於0 所以算出來這是一個負的數字 ok 這是一個負的數字 ok 也就是說γ是一個正的數字啦 因為我們已經加了一個負號在那邊 對 所以 這邊的話 我們最後出來的結果 我就把它寫成就是 那因為我的這個k 我們其實只有沿著x方向上才會有結果嘛 所以就是 變成kxa 然後我們這就寫一個叫γ那個數字 然後再寫掉 exponential-i kxa 然後再寫掉 exponential-i kxa 所以 最後出來的結果就是 我們知道exponential 如果這邊是 i kx 就是i something 這邊是-i something 最後 然後相加 這是相加 因為我是- 然後我可以把這個 放起來變加 所以就會變成cos 所以就會變成cos 那兩倍的cos kxa 所以 兩倍的γ cos 所以最後出來的結果其實很簡單 就是 對於這樣一圍的atomic chain 然後我只考慮nearest neighbor 然後如果我的atomic orbital 我的出發點是s orbital的話 我出來 最後出來的這個 dispersion relation 其實就是-2γcos kxn 因為這個東西 這是一個constant 其實對於能量來說 我可以把它ship到任何一個地方去 所以 有時候對於type binding model來說 它甚至都直接寫成就是 我的epsion k 就等於這個 你會發現說有時候他們會寫t啊 這 有些書上面用不一樣的這個notation 不過在這邊你可以寫 比方說我就是-2γ之類的 就是說我把這個epsion 0 這個常數像我把它去掉不看的話 只跟 就真正dispersion relation 跟這個k有關的 其實就長這個樣子 那這個是 一圍的情況 你可以想像說如果是在 二圍的情況的話 那 你是沒有什麼 如果二圍的 然後也是squared lattice的話 那這個東西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比如說 就是dimension 然後squared 那我的這個absion k 會有kx ky 兩個方向 那 每一個方向基本上都是這個kxa 因為如果我是考慮nearest neighbor的話 你可以想像就是說 針對一個點來說 我只考慮x方向上 我只考慮這一點跟這一點 好 那Lattice constant都是a 那 沿著y方向的話一樣 也是只考慮這兩點 所以它出來的形式 就是會跟這一模一樣 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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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就這樣子 所以取決於你要 你要 多少 比方說我現在要 3Dimension 然後 Cubic 那我的這個 就一樣 很簡單 就只是再多加一下而已 原本 kx ky 然後再來就是 kz 那你如果實際上去畫 你會發現說 這個東西 比方說這個cos kx 那 它在 kx 等於0的地方的時候 它是 比方說 ε0-2γ 所以它是在最低點 然後在 Zone Boundary的時候 它會到最高點 它會到最高點 比方說 我們以 一圍的例子來看 直接畫它的這個 Fence structure 或是說它的 Dispersion Inilation 我在0的時候 kx等於0的時候 它這個是 這個ε0-2γ 所以 在這裡 然後在 中Boundary的時候 它會變到 Fence 加2γ 對不對 因為 這邊變成-1 所以這邊變-1 OK 所以 這個在 π-A 這邊 到 然後 再過去的話 當然就是周期性的變化 這個跟 我們在看 那個 Nearly Free Electron Model 是一樣的 像這邊這個Boundary也是一樣 所以這對於這個Band來說 它的這個Dispersion Inilation 就長這樣 那我們說 我們說這是從S-Orbit頭來的嘛 所以這是Expand 那你如果去看這個P-Orbit頭的話 它是P-Band 所以它這個γ可能會不一樣 比方說 我們看這個 對於這個P-Orbit頭的話 它如果這個 Overlap 然後你再算這個 插掉了 就是算這個 跟ΔU有關的這個積分的時候 如果這個是 一個小於0的數字的話 那會造成說 它的這個Band 整個是相反的 它的形式是相反的 所以 一般來講 大家會畫出這樣 比方說一個人的Band 然後它會跟你說 如果 上面有一個Band 是長這樣子 它可能就是 來自於這個P-Band 它的這個結果 你看 那一樣就是說 也有可能就是說 會有這個gap形成 取決於你Atomic Orbital 最後 套到這個問題裡面 最後算出來的 這個dispersion relation 給你什麼樣的結果 所以你可以想像就是說 如果你原本這個 Atomic Orbital 有S-PDF的話 那你可能就會衍生 出入好幾個不同的Bands 所以它的結果 雖然跟Neolithic Electrons 其實蠻類似的 就是說我們會有 不同的Bands的形成 可是 在Neolithic Electrons 或是我們在 一開始解這個 Central Equation的時候 它的那個 EigenValue的 就是說 它的那個Band的那個數目 我們沒有辦法看出來 它跟原本 它在這個 Isolated的形式下面 它對應到的道理是 S-Orbit 或者是P-Orbit 因為在那個Limit下面 這個 這個Connection 其實是很弱的 它根本沒有 他們都是這個 Traveling的這個 Traveling Wave 對 所以基本上 它沒有那個 比方說 它是來自S或P 這樣的一個概念 雖然說 我們在那邊的時候 我們在解 比方說 如果是2x2的時候 我們最後出來這樣子的 Disposition Relation 然後我們有說 這個可能是 比較是S-Like 這個是P-Like 對 可是如果你從 這一邊 就是從 太翻譯0出發的話 它的這個 S-Like跟P-Like 這個概念 才會是比較 比較S-S-L-D 才會比較S-S-L-D 才會比較S-S-L-D 然後一樣就是說 這邊它有 書上其實還有在講到一些 比方說 我們的Band的這個 寬度 或是說你要說它的高度 在能量上面 它的這個 Scale 這邊大概是四個γ 不是大概 它就是四個γ 那這個我們把它叫Bandwidth 它就等於四個γ 比方說像 那你會發現說 這個Bandwidth 就會跟它這個 γ的形式會有關係 就是你積分出來 這個數字到底是多少 所以來說 如果你要準確的去 估算 比方說它這個能帶 它的這個寬度的話 那你就要去把這個 實際上這個數字把它算出來 這個就會跟你atomic orbital 到底是怎麼取的 還有你到底 這個ΔU是什麼樣的形式 會有關係 會有關係 然後再來一點就是說 你會發現它這個 Band structure的形式 跟我們在看 Neolar Free Electron的時候 基本上是 蠻類似的 甚至就是說 比方說 我們現在這個是cos cos KxA 那你如果在接近0的地方 去看的時候 就是說在接近Kx是0的時候 因為我們知道說這個 我就忽略那個常數 比如說-2 γcos KxA 那當Kx很小的時候 Kx approach0的時候呢 我們這個cos KxA 它是可以寫成這個 比方說有個 這個 比方說有個什麼 常數項 然後 加上這個 2分之1 KxA的這個平方 反正就是做太勒展開 然後很小的時候 我們只考慮 跟KxA有關的這一項 那這個東西帶進來 你會發現說 它就是 最後出來的結果 這個東西 它是正比於 這個 Kx的平方 所以 它的行為 的確是 像那個 Free Electron 就我們 Free Electron 那時候講 只要是 Dispressionization 它在 底部的時候 然後 基本上 要跟這個 要跟這個 Free Electron 接近 所以在這邊 其實也是符合這樣的組件 所以 Type Binding Model 其實它 簡單的地方 就在於說 你如果 知道了 它沒有 歐比頭的形式 然後你想要去算說 把這些 原子 湊在一起 那如果它 可以有 Conduction的話 它的這個 到底 或者說你只要去看 它的 基本上可以用這樣的方法 去把它很快速的算出來 再來一點就是說 這個 Type Binding Model 這個我們也可以去算 就是根據這個 Epsilon of K 這個東西 我也可以去 求我的 這個Density of State 這跟 我們在看 Nearly Free Electron Model 那時候一樣 Nearly Free Electron Model 所以我們不是說 我們最後可以去算這個 比方說 對特定某一個Band 去看它的 這個Density of State 這個東西會跟這個 我們說會跟這個 我們說會跟這個 Disposition relation 對K的這個 一階的尾分 這個會有關係嘛 會跟這個東西有關 會跟這個東西有關 那你會發現說 對於這個 Type Binding Model來說 就是 跟我們在看 這個Nearly Free Electron Model 一樣 就是 比方說 這個一維的情況 你在這個 Band的底部 跟我們這個 Zone Bounder 對於這邊 它的這個 微分是0 以這個一維的Case來說 就是你的 Partial Epsilon Partial K 是 等於0的 在 Kx等於0 或是 Kx等於π 正負π出的地方 也就是說 如果你去算Density of State的話 它應該會有Singularity存在 就我們上次 之前有提到 這個Vanhoff的Singularity 那這個東西 其實是可以 直接算的 就是說 對於 Type Binding Model來說 因為它的 Dispersion Relation的 形式相較之下 是比較簡單的 所以其實 你是可以直接去 去算這個 把這個Density of State 把它用算的 把它算出來 這個在 在座位裡面應該會有 那 基本上就是說 以一維的情況來看 這是這個 剛剛這個一維的情況 我們 Bandstructure是長這樣 那你如果去看它的 Band 764 在這個Band的頂部 它就會出現這個 還有頂部 它會出現Singularity 比方說長這個樣子 這就是它的這個DOS 你如果實際上去算的話 它會長這樣 然後因為我們 在上面這個Band 它一樣也是在 底部的地方 它有這個 微分為0 所以它也是在 對面會有這樣 一個Singularity 所以對於 Tie Binding Model來說 你如果去 能夠把它這個形式寫出來 不管一維二維三維 你都可以用 各位在之前作業裡面 不管是哪一種方法 你要用解析的方法 或說Numerical的方法 其實你可以去把Density of State 數出來 那你數出來的話 你把它做Histogram的話 你會發現說 它基本上就會 就會長得像這個樣子 這個是一維的 這是一維的 那二維的話 二維的這個Density of State 這個作業裡面 可能是二維的 可能就會看起來像 對於同一個Band來說 它可能會長這個樣子 我會發現說 在Band的中間 還有底部 底部、頂部跟中間 它都各有這個 粉Hove的這個 Singularity存在 那在一維的情況下 是只有 底部跟頂部 在中間就沒有 可是在二維的話 會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這個大概是 作業裡面會看到 就是說讓你去熟悉 一維、二維的 Tie Binding Model 出來的結果 然後這個 其實說真的 如果 如果要Numerical去做的話 各位應該都已經做過了 因為 我們在學習初一開始的時候 不是有做這個 要你們直接去數 就是說 用Free 我們那時候 Deal With的這個系統是 很簡單的 Sommerfield Model 就是Free Electron Gas 然後 就要你去數說它的K 就是數多少個K point 在你那個範圍之內 那這個也是一樣 比方說一維的情況 我就是去數 在這個First Blooming Zone裡面 OK 我可以切出 就是我們可以數出多少的K points 比方說每一個 Energy Level 不一樣的這個區間 我都去數它的K點 那二維的情況也是一樣 我就是不同的Energy Level 我去數KX、KY的點 符合那個條件的 然後把它用Histogram的方式 把它畫出來 最後出來的結果就是 就是想這個樣子 所以Type Binding Model 在Square Letter上面 當然是比較簡單 比如說這種簡單的一維的這個 一維的這個 只考慮Nearest Neighbor 那當然是非常簡單 所以我們比較特別的一個例子 就是說我們可以去看這個Graphene 這個書上當然都沒有寫 不過我覺得那還蠻重要的 就是 畢竟 Wafine大概也做了 做了很久了吧 就是說這個題目 已經是非常非常廣泛的一個 做靈態物理 很廣泛的一個 這個材料系統 然後重點是它的結構很簡單 然後很多東西其實可以 用手就可以把它算出來 比方說我們現在要看 我們可以把它Dispersion Relation 用算了就可以把它算出來 那Graphene的話 它基本上是方向的這個結構 然後是碳原子 然後很簡單 因為它只有在平面上面 在平面上面 所以我們再算一些這個 比方說在剛剛看到那個 Exponential, IK, Dot, R 這些Private Latest的這個計算 其實就很簡單 那只是問題就在於說 Fripping如果是Honeycomb Structure的話 我們之前也講過 Honeycomb Structure它不是 它不是Private Latest 對不對 所以我們如果畫出來看的話 這是一個 我們之前有講過 就是一開始在講這個 Crystal Structure的時候 因為 Honeycomb Structure 本身它不是Private Latest 比方說 我如果看 欸 畫得不夠 不夠好 就是說 比如說 我們如果取 把它分成兩類 就是 比方說這個 這幾個點把它叫做A 然後另外一個把它叫做B的話 如果我們把它分成兩類的話 然後形成一個Basis 它的確是可以用Brivate Latest 來描述 可是我們一定要有Basis存在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A跟B這兩個 一起來看的話 它可以用這樣子的向量 Translation去描述它 然後把整個 這個 這個Honeycomb Structure把它組合起來 可是如果我們 分別 從這些Latest Points來看的話 然後去看這些向 有些向量 它是沒有辦法用這些 怎麼講 就是用這個 單純的這個Unit Vector Primative Vector去描述它 所以我們 簡單來講 如果要描述Granfin的話 我們 最簡單的做法 就是把A跟B這兩種 把它分開來看 先把它分開來看 我最重要就是說 我們現在如果只看A好了 那它的這個Vectors 就是 Primitive Vector 有兩個 因為它是二維的嘛 所以我們只需要 兩個Primitive Vector 就好了 這個是A1 然後這是A2 那 因為我們現在要 Deal With的是在 Case Bay下面 所以我必須把這個 B1 B2把它求出來 那我們知道說 這個B1的話一定會跟這個 比方說 A2是垂直的 然後B2的話 應該跟A1是垂直的 然後它沒有滿足 就是我們之前在看 那個Recipital Lattice的 那些條件 所以 根據 之前我們學過的 這個Recipital Lattice的條件 我們可以把它的 這個 比方說 把它的First Blood In Zone 把它求出來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解一些東西 好 那我們先停在這邊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來 把這個Graphine的例子 把它看過去 我們剛剛最後講 就是其實講這個Type Binding 如果 如果 一般來說 就是Type Binding的這個模型 其實很好畫 所以就是說 你如果是 比方說二維的情況 我們剛剛有講 就是cos kxa 然後加上cos kya 那我就直接寫成這個 cos x a 加cos y 然後你可以去把它的這個 Band 就是說 最低能階的這個Band 把它畫出來 基本上你就會看到 它是長這個樣子 在這個 我們的First Blood In Zone裡面 看起來就長這樣 那 你也可以去看它的Contour 基本上 你可以想像就是說 這個Band 如果 因為我們知道說 如果你是 One Electron Per Unit Cell的話 它就是填到這個 Band 面積一半的地方 那 我這邊畫的這條線 就是 這一個 正方形 的這個線 其實就是說 如果你的 電子如果是 剛好填到一半的地方的話 它就會 停在這裡 OK 停在這個Band 這個一半 所以就是 對應到就是說 我們之前在看這個 比方說 Nearly Free Electron 它會停在這個 Band 一半的這個地方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們可以去 畫它的這個 Density of States 這個是用各位 在這個 之前 作業裡面有遇到的這種方法 就是直接去數 就是說在這個區域裡面 它到底 同能量的這個 K-Point 到底有幾個 你要反用這個 去把它畫好 你會發現說 的確在 這幾個地方 它會有這個 Singularity的存在 那這是二維的情況 那 一維的話 就比較簡單一點 就是說 我們只有這個 比方說 -2T Cosine Cosine Xa KXa 這樣子 然後我們去算的話 它的Type Binding Model 它的這個 Density of States 也是一樣的 在 我剛剛講的 在Band的底部 跟Band的這個頂部 它會有 Density of States 它會有 Venhoff Singularity 存在 那 在三維的話 其實是比較 麻煩一點 因為其實你可以 各位可以想像 就是說如果 我如果做 這樣子的計算的話 就是我去數 它有多少K-Points的話 通常不會 這個計算量 其實是還蠻大的 比方說 我這是三維的 這個Type Binding Model 然後我去數 其實這都要花 蠻多時間算的 而且這個出來的結果 不是特別好看 不是特別好看 那所以 其實是有一些方法 可以讓這個計算加速 像我用Mathematica 然後一個一個去把它 數出來的這個方法 其實是還蠻慢的 那 各位如果寫程式的話 比方說用Python 但你一開始 你也可能 用這樣的方法去算 可是 其實有一些Package 可以讓你在做這些運算上面 可以加速 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你可以先 compile一些東西 讓它的計算可以更快一點 要不然就是Histogram的排列方式 其實有一些演算法 可以讓它 能夠畫 就是能夠切得更密 然後畫得更好 所以實際上這個 三維的Type Binding 它其實是 這個Densive State 這個其實上網查 應該都可以查得到 所以它應該是長得像 像這個樣子 但是對稱的 畫的沒有很對稱 不過它的Densive State 跟這個能量去看的話 基本上它會有這幾個 Singularities存在 之後的作業部分 應該就會再處理這個 三維的這個問題 三維的這個問題 OK 好 那我們再回過頭來看 這個Graphine 這個東西 那 Graphine的話呢 我們知道說 它這個A1 A2分別是這個樣子 那 它的這個 Received Focal Lattice 或說Received Focal Space 下面的情況呢 其實基本上就是 比方說 這是我們的原點 這是我們的這個B1 那 B1跟A2 會是垂直的 所以它是沿著X方向 這沒有錯 然後B1跟A1 如果內積的話 它們要等於2拍嘛 就是它要有一個數字2拍 所以這個長度 這個長度就會跟這個 A1的長度會有關係 先不寫它是多少 反正就是基本上它方向是 那 B2的話呢 則是往這個方向 OK 那簡單來講說 如果各位回去 看一下 看一下的話 會發現 就是說 如果我們看它的 B1 就是 B1 接線 OK 然後 這邊 然後 這邊 過去 倒下 基本上它還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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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構 它1st borderline zone 基本上還是一個 六角形的結構 那 這個 B1的這個 長度的一半 就是 對應到 就是我們這個bred zone 從0到這個bred zone 的 1st borderline zone 這個bundary OK 那這個長度 把這一點叫做f 好了 就是of這個點 of這個長度 是 這個 2 我省略掉很多計算 就是說 如果 go through 這個 is equal to lattice 它的 那個vector的定義的話 mumitive vector b1 b2的定義的話 可以去算這個b1的長度 那 反過來就是說 我們可以 推出說 從這個 Recipital space下面的原點 到這個1st borderline zone 這個bundary 它的這個長度 scale是這個樣子 那一定會有這個a分之一 這種東西存在 因為我們是 這個Recipital space OK 所以這個是 你的1st borderline zone 所以其實我們有興趣的 當然就是這個1st borderline zone裡面 它的這個 能量跟它這個kx ky之間的關係 kx ky之間的關係 那其他地方的話 我們知道說就是 重複 把它就是重複好幾次 基本上就會看到這個pattern 那這個是 最後畫出來的這個 根據我們解出來的這個東西 畫出來的結果 所以你會看到說它會有這樣一個 就是 六角形 就是說它會有一個 六重對稱這樣子 那基本上就是對應到這六個點 我們看到那個比較亮的地方 就對應到這六個點 好 那實際上要算這個東西 我們就是說這個hematonian 我們必須去看說 它其實基本上還是要去 嗯 我們必須去看說 一開始要看的還是這個東西嘛 就是 我們建構的這個psy 然後作用 用這個hematonian裝在上面之後 最後出來的這個能量 然後這個東西我們知道 它是我們想要看的是 這個dispersion relation 所以可以說 我們要建構的就是這個psy of k 那其實最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怎麼去 找這個psy of k 我們其實已經知道說 根據前面我們學這個 在這個hematonian的這個 過程裡面 我們知道它就是 atomic orbital的殼嘛 所以我們 去set這個psy 或者說這個psy k 基本上就會符合我們之前做那個 這個 type binding model的時候這個形式 可是我們現在有 a跟b兩種不同的 像說不同的site也好 雖然我們知道說 它全部都是碳原子 可是其實我們應該需要分開來看 因為我們知道說 最後我們在看這個 type binding最後那個形式 就是sum over 這個brivet lattice vectors 可是因為如果你 a跟b兩個放在一起看的話 這些東西沒有 然後這整個christal structure 不是一個brivet lattice 所以我們單獨 把a拆出來看 然後把b也拆出來看 然後再把兩個 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先sum over a的部分 就是 就是 我們把它寫成這個ra好了 然後pontential type k-ra ok 那它對應到的這個opami orbital 我們就把它寫 r-ra 其實你在前面我們在derive的時候 其實為了方便起見 其實原本這個你就可以把它寫成 比方說phi a好了 這樣就很簡單 因為你知道說 我們實際上在算的時候 那個detail好像不是這個部分 反正你可以把它 你只要知道說 這是來自a的部分 來自a的contribution 所以這個是來自a 那b的部分 我就一樣 就是 有一個re 然後 那這個atomic orbital phi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因為我們知道都是碳原子吧 它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那 這邊的話 其實我會在 我們通常會再把它加上prefactor 就是 這邊前面 再乘上一個line 就一個係數 你說這邊乘上1也可以啦 就是說 我們知道說 這個是線性組合 然後呢 我這邊 比方說 原本 你如果要寫的話 你可以寫 比方說這個叫做 ca 然後這個叫cb 我覺得反正它會有這樣的系數在前面 那 可是為了方便起見啦 就是我就把這個 ca 就是把它定義成1 然後 這邊這個cb 就把它寫成land 反正它可以有一個這樣係數的差異 它不一定要是1比1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說這個atomic orbital 就是這些 比如說這個phiA跟這個phiB 我們認為就是說 比如說 atomic orbitals of carbon atoms 或是說你要說 electrons in carbon atoms 那問題就在於說 我們知道碳的話 它可能也有s electron p electron 那我們怎麼決定說 到底是哪一個才很重要 在我們這個框架下面 我要去解的過程裡面 可能不是那麼重要 可是實際上他們在做的時候 他們其實是把它假設是 它是p orbital裡面 p orbital出來的這個電子 因為我們知道說 我這邊寫好了 assume 你要說它是p orbital 或說p orbital electrons 都可以啦 反正就是 這些電子是來自這個p orbitals 那為什麼 是因為你如果去看graphine的結構的話 一般來講 我們認為它的傳導 就是來自於這些pz的orbitals 就是為什麼會有傳導性存在 是因為它的pzorbitals 是出這個平面的 然後它可能有hybridization 它可以這樣跑 可能有一些overlap 那所以就是說這個p的話 我們還特別就是看這個所謂的pz 因為px py這些東西 可能是讓它形成這個structure的這個bonding 那多餘的電子是提供我們的這個conduction 所以我們看的是這個pz pzorbitals 因為pzorbitals比方說這個正這個負 所以我們至少知道說對於比方說這個是A 比方說這個是typeA的這些carbon atoms 如果我們到時候要去算一些overlap的東西 或者說算一些integral 我知道他們這個是正配正負負負 算出來它應該是一個函數 所以我們在做這些積分的時候 其實我們知道說 這個形式這邊是正這邊是 他們在做積分的時候 如果要看overlap 正對正負負 乘出來的話會是一個正數 會是一個正數 大概是一些細節 那重點是說 一旦我們建構出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東西帶進去 然後去算這個同樣的這個 eigenvalue 然後一樣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hematonian 基本上是atomic的這個hematonian 再加上我們的這個otervation 就是這個delta view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在算的時候 基本上 我們就寫這個 這個東西先作用在 比方說前面這一根 這個東西先作用在 這個東西先作用在 然後我們就按一下 加上 加上 那滴 D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知道最後出來的結果就是 xon k 那當然在這個例子裡面的話 k有kx跟ky 因為它是二維的情況 然後再成像這個原本的 有這個過函數 就 再寫一次 這個大概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就是 重點就是說我們接下來要做的就是 一樣跟我們在 看這個 不然Typefinding 或說LCAO 的這個例子裡面一樣 就是說我們看它 比方說project到 比方說phiA 小phiA上面 或project到小phiB上面 看它出來的形式會長怎樣 好 我們把它跟這個去做 inner product的話 那你會發現說 第一個 如果我們先看原本這個 shading的方程式 然後我們hamatonin 作用在這個上面 第一個就是說 hamatonin 作用在這個上面的話 因為hamatonin 其實有兩項 一個是 這個原本的 這個atomic 的這個energy 的部分 就是 你的h 你要註明一下也可以 就是跟我們前面是一樣的 就是atomic 加上這個揮海率 所以 最簡單的部分就是說 這如果作用在原本 這個phiA上面 它就給你phiA這個 atomic orbital 它的這個能量 所以就是 通常寫成 epsin atomic 這個就是一樣的東西 那 這個東西 它在這一項上面 它還會有一個 exponential ik到ra ok 所以 我們這邊的話 project到phiA上面的話 就會剩下 因為phiA跟phiA內機有消失 就等於1啦 所以我就直接寫它變成 這第一項 再來呢 我們看這個 它跟這個 phiB這一項 那這一項 這一項就等於0啦 因為我們phiA跟phiB 假設它的這個 overlap很小的話 ok 所以我們就寫0 然後再來就是跟這個deltau有關的 deltau 跟deltau有關的 通常就是直接把它全部寫出來 這是ra 我誰把它的積分形式寫出來 加上lanta 然後 exponential ik 積分 b 這邊我們用到的就是說 還是已經把這個 這個積分 把它看成是0了 就是說 它的overlap假設它很小 所以我才講說 為什麼我常常這樣做 因為這樣寫起來才不會太多項 才不會太多項 那 所以最後出來的 這個 等號右邊的話呢 我們原本是 等於這個能量乘上這一坨東西 那 我現在又 跟這個phiA star 就是 做這個 inner product 那這一項當然就等於0 這項我們就不用管它 所以最後就剩下這個我們想要的東西 然後 這個 exponential ik 叫做ra 就剩下這個 就剩下這個 那這邊其實我有忽略那個 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我有忽略掉那個什麼sum over i 我就是 假設就比方說我只看其中一個a atom 就是 在a這個 barbett lattice裡面的carbon atom 所以我 其實 嚴格來寫的話 我就全部還要再sum over ra 不過我這邊就把它忽略掉 還是把它忽略掉 所以就這個來看的話 我們最後再把它化解 就是這個東西把它 這個 這個 我這個是寫成什麼 phiA 這個我們之前在 這個timebinding的時候 我們剛剛有看過這一項 就是我們把它寫成那個beta的這一項 然後再來這個就是 把它寫成這個uab 然後把它寫成uab 因為這個是跟ab 然後跟data的一項 在之前的例子裡面 我是把它寫成 gamma 我是把它寫成 gamma這樣子 所以這個東西 你如果把它移到等式的左邊的話 然後說我們把這個 exponential ik ra這些 都把它除掉 那這邊就會出現一個exponential ik-ra 所以這邊會有exponential ik rb-ra出現 所以最後出來的結果 我們把這個東西寫出來 一樣會有一個原本atomic的這個energy 然後加了一個那個就不管它 然後加上原本的這個 exponential ik-ra 然後我這邊在sum over就是不同的rb的時候呢 我這邊在sum over就是不同的rb的時候呢 我就只看這個Nearest Naver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如果我現在選定一個A Atom 從這邊來看的話 我如果選定一個特定的A Atom 我知道周圍這幾個都是B嘛 所以我就需要去處理這三個帶給它的結果 就是說如果我這邊要算這個R B-A 然後還要算這個東西 我知道這個東西算出來應該都會一樣 因為它三個它的這個方向是 比方說都是夾這個120度 然後再來就是說它的這個 Orbital Overlap應該是一樣的 所以假設它這個ΔU這個東西 也都是isotropic的話 這個東西這個算出來就是一個數字 我剛剛講嘛就是我們把它寫成 然後什麼U A B之類的 那重點就在於說這個東西 我要考慮哪一些R B 就是說我現在如果固定選一個 在A Site的這個Carbon Atom的話 那我就選Nearest Neighbors 也就是說我一個A 我考慮的其實就是這邊這個 總共有三個B我要去考慮它 所以你可以想像就是說我這邊 Sum Over這個東西其實就是出現變成三項 就變成三項 也就是說我們之前 在Time Finding Model裡面 不是有這個Sum Over 不同Providities Vector 然後有這個Gamma Exponential I K 這個可能Sum Over寫在前面 那 在這個例子裡面的話 就是說寫出來的話會有三項 對同一個在A Site的這個Carbon Atom 它寫出來會有三項 我們先不管這兩個這個東西 我們知道之前在Time Finding的時候 我們把這個東西寫成 Epson 0 然後這個寫成什麼Beta還是什麼 那不管怎樣這些東西都是常數 所以我就把它統稱就是寫成Epson 0 反正這些東西它就是一個數字 這些都跟K無關 都跟K無關 所以我把它寫成Epson 0 所以最後出來的結果其實很簡單 就是LAMD 加上LAMD 加上LAMD 乘上Nearest Neighbor 然後我去算這個 RB-RA 然後這個加上UAB 所以跟之前我們看到那個 Time Binding的形式其實蠻像的 只是說它這邊 除了這個原本 除了這個原本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Gamma 之外 它還多了一個這個 爛打這個東西出來 所以基本上形式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這個做完之後 我們也可以 我們剛剛這個是 Projecting 我們剛剛這個是 Projecting Onto這個 小PhiA 那同理就是說 我如果把這個東西 把它 投影到小PhiB上面 我把這個問題 把它 Project onto PhiB 那我應該也要可以得到一個 Dispersion Relation 然後長得像這個樣子 然後這個出來的結果 它會變成 爛打成下樓上C 等於 你會發現說有很多這個 會出現這個 conjugate 是因為 所以我們在原本這個問題裡面 我們是會變成 這個 PhiA star delta U PhiB 然後在 Project onto PhiB 然後特留下來的項 變成這個 那這個就跟這個是 它的那個 Complex Conjugate 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東西 那一樣 你一旦看到有 有這樣子的式子 你就會想要把它寫成 那個 矩陣的形式 那你就可以去解 這個 到底是 長怎樣 可是你會發現說 在這個問題裡面 因為你有兩 兩條這個式子 所以你會解出 兩個 eigenvalues 那這兩個 eigenvalues 對應到就是 1st跟2nd band 你如果去回想 我們一開始 在看 tiebinding的時候 我們是假設說 它只有 假設一個 tami orbital 然後呢 我們在解的過程裡面 其實到最後出來 就是一個 dispersion relation 就是f1k 等於這個 什麼東西 那畫出來的話 就是theband 可是在這個例子裡面 它是 一個honeycomb structure 所以我們把它拆解成 private lattice 加上basis 那就因為有這樣 A跟B的關係 所以我們最後出來 有兩條式子 可以寫成一個 二乘二的矩陣 那因為你寫成一個 二乘二的矩陣 就跟我們之前在看 那個 nearly free electron model 一樣嘛 你有二乘二的矩陣 你去解的話 它就有兩個 eigenvalues 所以這邊就是 一樣的道理 那 我們如果把這個 多多寫成這個 比方說我把這個 再寫成 這是6嗎 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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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我們先看 就說這個它是 我就省略那個k 然後就epson等於 爛打 我把它寫成 我原本寫成什麼 爛打乘上w 這個 這個東西假設 就是這個sumvention 這個計算 我們先不管它 實際上 你要解的時候 是要把這個數據 算出來的 我們先把它寫成 這全部把它叫做 w 然後 這個比較好寫 然後 再來下面這個是 加上 加上w 對 complete 所以 它有影像 就是把它 把它移一下 最後出來的解釋 輪打 應該沒錯 下面這條式子 比方說這個是w star 加上 ε0 乘上 會等於 然後上面這個式子的話 就可以用到這個 first row 所以可以發現說 這一樣是一個 eigenvalue problem 就是說我要去解這個 epsilon 是多少的話 就是把這個減過去 然後去 solve Determine 等於 0 所以我們要看的就是說 這個 那就是去 solve Determine 等於 0 這個解出來當然很簡單 就是算出來應該是 epsilon 加減這個 這個 w 的這個絕對值 那重點就在於說 你怎麼樣去把這個 w 的絕對值算出來 這個東西 就是 eigenvalue 就等於這個 epsilon 0 加減 重點就在於說這個 怎麼算 因為它解的形式很簡單 那重點就是在於說 你這個 w 要怎麼算 這個是比較複雜的 那這個的話 我們要算這個 w 的話 基本上就是你要把這個 我們剛剛講過吧 你一定是那個 你所需的這個 exponential ik 然後這個 delta r 這個東西把它求出來 那在這個這裡 我就 我就 我就不把它寫出來啦 今年這個我就不把它寫出來 在各位我回去看那個 去年的講義的話 那個筆記的部分 它有把這個東西把它寫出來 它的形式 基本上就是要考慮三個 vectors 你要考慮三個 vectors 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 你這個rb-ra 就是這三個 vectors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要把這個絕對值求出來的話 你這個 w 的絕對值的算法 就是這個 然後再把它開根號 用這樣開始算 所以你會需要算出這個 exponential 這個 exponential i k 這個東西 它的形式要是怎樣 然後把它的 complex function 可以也算出來 那不管怎樣 最後你就可以得到這個 epsilon k 它會等於 epsilon 0 加減這個東西 一個跟 k 有關的一個 的一個函數 那最後我把這個 形式寫在 就是我把它解 如果我們把它 用 Mathematica把它 畫出來的話 這個是 它的那個 first eigenvalue 跟 second eigenvalue 就是說 有這個 e 1 跟e 2 那 都是 epsilon 0 然後 這個 u u 是我們這個 u a b 然後你可以去設 比方說你要2啊 1啊 或是說看你這個 interaction的這個大小 到底要怎樣 那把這個東西 帶進去 你會發現說 它跟 kx 跟 ky 都有關係 那 算出來之後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這個 六重對稱 這樣一個 pattern 就是在這個 first balloon zone裡面 它會長這個樣子 first balloon zone 大概是從這一邊 到這裡 就是 這個 六角形 這個範圍 再來就是說 我們可以去看它 這兩個 這邊我只有畫 第一個 第一個 eigenvalue 第一個 eigenvalue 就是那個 first 就是 比較低能階的 那個 band 那你如果要把 這兩個 bands 都畫出來的話 你會發現說 它長這個樣子 我們看 從這個 從上 往下看的話 就會發現說 跟 band 來講 它在這 六個點上面 它的能量 是最低的 然後對於 first band 就是 lowest band 從側面來說 它在那六個點上面 它的能量是最高的 如果從側面來看的話 所以對於 graphene來講 它最特別的地方 是說 它在這個 first balloon zone 的這個 boundary 在這個 corner上面 它會形成 所謂的這個 它的 各位如果帶 這幾個 K points 的 value 進去的話 會發現 它其實是有 degeneracy 所以 不管你這個 U有多大 反正不管你 U開多大 你在這一個 K points 只要是在這六個點上面 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能量 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你如果 仔細去看 那個點附近的話 在那個 K point附近的話 它的這個 band structure 其實是 或說它的這個 dispersion relation 其實是長這個樣子 所謂的 形成所謂的 這個Dirac cone的這個結構 那你可以說 如果有一些 interaction的話 它可能可以把這個 gap把它打開 就是其他的 interaction 在這個框架下 就算它有這個 UAB的存在 它在這些點上面 它還是 degenerate 這個 dispersion relation 這種形式 就是這個是 2nd band 然後這是 1st band 然後它 touch在同一個 K space下面的點上面 這個我們把它叫 這個叫 Dirac cone 就是這個結構 我們把它叫Dirac cone 所以 對於這個 Graphine來說 它在這個 K space下面 比方說我們看這個 1st point zone附近的話 你會發現說它有 6個 Dirac points 6個 Dirac points 那這些點上面 當然有一些 蠻特殊的 的 這個 特性 你會發現說 它的這個 ε跟k的關係 它是線性的 對不對 你看它 就是一般來講 我們在看 ε跟k的關係 我們會說 它可能接近 這個band的底部的時候 它有這個 所謂的像 3electron的這個 形式 可是在 在這些地方 你會發現說 它的這個 這種跟k的關係 它是 線性的 它就有它一些 特殊的地方 你看 所以在 Time Binding裡面 就至少 你在 算一些 這個二維材料的 這個 Energy 這個 Struct 就是它的這個 冷帶結構的時候 這個東西是還蠻重要的 因為二維材料上面 它這個 要建構這個 Time Binding Model 又相較之下 比較簡單 所以假設你的 這個二維材料 真的是非常好的話 它就會有這些 很特殊的 這個band structure 尤其是在 caseway下面去看 它 這畫 每個畫出來 它這個 其實沒有到很清楚 如果實際上 再畫得好一點的話 它應該是可以 看到它那個 兩個點是 是touch在一起的 OK 所以這個是 Graphine它的這個結果 OK 所以我們 簡單來講 就是 從這個 Nearly Free Electron 到 到這邊為止 我們講的其實就是 這個 Epsilon K 到底要怎麼把它 求出來 那 再 複習一下 就是說我們之前 一開始在講這些 Nearly Free Electron Block Theorem 到這邊為止 我們其實就是從兩個 這個 從兩個這個極端出發 所以我們這個 之後我們要講的東西 就跟 就比較脫離這個 我們會回去看這個 Band Dynamics 所以我們看的是兩個極端 一個是 Free Electron 然後我們 到這個 Nearly Free Electron Model 和一個NFE 然後 中間這個可能是 Real Case 這個Real Case 是 借在 這兩個極端中間 那我們有這個 所謂的 Time Binding 然後 從這邊過來的話 這邊是這個 Individual的這個 Atom 也就是說這個是 你要說 Atomic Orbital 也好 因為我們看的是電子 所以你講 Individual Atoms 其實是說 在Individual Atoms裡面的電子 OK 那 Individual Atoms的話 之前我們看過 它的這個能 就是這種Discretize OK 它可能有 這個S啊 P啊 D啊 F 這些不同的這個 結果 那 在Type Fining下面的結果 它們就會形成這種Band 這種 這有點 跨勢啦 就是說它 形成這樣一個Band 然後 這邊形成這樣一個Band 那當然Band跟Band之間 可能會有 會有Gap存在 OK 那當然也有可能 它們會Overlap 那如果 Overlap的話 就是說如果 你的 這個 Overlap 你的這個 Familable 在這裡的話 那上面有Available State 那Available State 就是一個Conductive 那如果你的 這個Familable 是在Gap這邊的話 那當然它就是 一個Insulate 所以取決於說 你的 出來的這個 Band Structure 到底是長怎樣 還有你的Familable 到底是在哪裡 或Familable 到底是在哪裡 那 在這個 Free Electron的話 我們就一開始考慮 就是一個 Tranential IP 到R 這樣子的多函數 到Nearly Free Electron 的時候 我們說它的 Dispersion Relation 從原本 你要想像 就是說 在Individual Actions 那個情況下 其實是沒有Dispersion Relation 出來的 原本 Free Electron 它是長這樣子 那 Nearly Free Electron 的話呢 其實就是 我們把這個 Periodic的 這個Potential 加進來 所以它開始出現了 這個 所謂的這個 Case Play下面 所謂的這個 Zone Boundary 的這個概念出來 所以在 你知道說 在Zone Boundary上面 它會 這個 Gap會被 打開來 那如果我們用的是 這個Reduce的 Reduce Zone 這個Picture的話 就是說我們可以把這個 變把它移過來 然後它就變成像這個樣子 那Type Binding的話呢 如果我們看 這個能量分布是這樣 可是如果我們 同時去看 Dispersion Relation 基本上 它也是一樣 所以我們在這個 會有一個 K的這個Dependence 那這個是因為我們希望 原本就希望說 這個 這個波凡數 它符合Block Theorem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結果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結果 那 我們之前看到它是 比方說這個是 S Band 然後它是 像是這個 Cosine 的這個 形式 所以畫起來 看起來好像差不多 可是實際上 可能不太一樣 這也是在拍 正負排除A之間 然後我們說這個是 比方說這個是來自於 S 所以把它叫做 S Band 那可能有來自P的 那可能有來自P的 那這個就是P Band 那真實的情況就會 就會介在 就會介在這兩者之間 那而且我這邊畫的 其實就是一些一圍的 一個例子 那我們在 我們在 Nearly Free Electron這邊的時候 我們有講過很多 這個 三圍的情況 就三圍的情況的話 就 你必須把這個 在這個 Weakness Cell裡面 它沿著不同的方向 它的這個 比方說 其實也是一樣 就是說如果你是一個 三圍的情況的話 那你一樣要考慮在 三圍的這個 不同方向上面 它的這個 Extranential IKR 它的這個 還有後面這個 積分出來的 這個常數的不同 然後去把它這個 不同方向上 那一般來說 就我們 如果真的要做一些 這個理論 你會看到 比方說 比較 比方說 1970 80年代過後 這些理論 你會發現很多 觸發點就是有 這個 因為 它的那個模型很簡單 它就是 它的參數就只有 比方說我的這個 K 它就是只有 比方說 我就是 寫什麼 寫什麼 2LT beside 比方說 K.R 這些東西 OK 它其實就很簡單 它就一個參數 對不對 所以 相較之下 你如果用 Nin3 Electron Model的話 你可能 還要去考慮說 它這個 Band Over在這邊 還跟你這個 U會有一些關係 可是 對於這個 Type Binding的話 它的這個模型 其實非常簡單 所以很多 近代的這個模型 都是從 這個Type Binding出發的 好 那我們 大概 講這個 Electron的部分 大概就到這邊 就是我們講 Purotic Potential 然後也講這個 Linear Combination Of Atomic Orbitals 那 在下禮拜 開始的話 我們會講 它的這個 Electron Dynamics 就是在 這個 當你有施加 比方說 施加電廠的時候 或甚至沒有施加電廠的時候 我們之前有提過 它 因為Band Structure裡面 它這個 Partial Epsom Partial K 它就不為0 它在有些地方 它是不為0 所以它就會有一個 自己本身就存在 Mine Velocity 所以我們會去講這些 Block Electron 它的一些 Dynamics 然後我們把它叫做 Band Dynamics 好 所以我們今天就 上到這邊 各位記得那個作業 作業要把它放上來 然後下一次的作業 應該會等到 再過一陣子再放上去 因為我們接下來 因為我們接下來 接下來 沒有 因為我們像上次的作業 是只有到 Nearly Free Electron 所以可能這次作業 就會有一些 Time Binding Model 然後一樣是兩個禮拜後交 那就先到這邊